Hearty Speaks 我為何會創立這個品牌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讀到一個系 叫做實驗迷術系 我們會做很多雕塑、裝置的東西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用日常用品 去做一些奇妮怪狀的東西 我們就用這個概念 開始設立一些袋款 可以裝到東西出去 除了鞋子之外 我們亦都會有汽油筒的款 同時亦會有下服裙 亦會有走扣、高鞋子 我們會關注一些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第一季就是關於工業的事情 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水鞋、工業手套 這些款式 新一季的想法就是逃難 全世界有很多人的一種工程 如果我們要逃難 我們會怎樣用我們自己的風格 去做一手木拔出來 其實我們的重點 也不是我們想逃離去哪裡 我們的重點是在於 我們怎樣逃離 以及怎樣在逃離的時候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會浮的袋子 也會有些是浮條袋、救生衣袋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世界比較傳統或者守了很久的老字號 都已經是要退隱 或者真的做不住了 其實這是一個機會向上爬 我們就得到這個空隙去接進去 我覺得自己是非主流 但其實我同時也是主流 多數都是走我的人會進來開玩笑 我說這個哪有人用的 例如是喜歡襯衣、喜歡奇怪的東西 喜歡一些文化藝術的人 都是一個主流 我會有很多都是做品牌的朋友 我自己都看到他們捱得很辛苦 而旅行家都會透露出一種絕望的狀態 因為在香港很難做 即是品牌很難做 你做奇怪一點點 真的沒有人欣賞 但你做得太普遍 你會有深入的意味 因為你真的很想做設計 你真的很想講理念 但其實我開完店後覺得 其實都還不錯的 我們的品牌都還可以回應到